《易经》有名《无子天书》 是中华群经之首 它不是一本讲述知识的书 而是中国古代先贤 创立的一种思辨哲学 达到天底 小到重移 阴阳续分 生生循环 对时间 空间 宇宙万物的状态和发展规律 都有着系统的阐述 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学问 无论是老子的 道可道 非诚道中的道 还是孔子的 入道 意以贯之中的 意 都来源于《易经》中的 意阴异阳之味道 《易经》的意 即是变化的含义 因此 世间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 盛即必衰 物极必反 没有什么是恒常的 所以 做人 一定不要得意忘形 本分 要比本事更重要 《易经》 是一本 包罗万象的神书 几乎涵盖了人生 可能遇到的 所有问题 读懂它的人 能避免在人生中 犯下大错 在古代 《易经》是帝王之学 也是政治家 军事家 商家的必修之术 更是所有中国人的 安身 立命之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